五、大公報,周邊競爭啟德發展萬拖後腿油馬兩年成績差強人意 2015年7月20日要問A03啟德郵輪碼頭啟用至今兩年 有旅遊業人士及學者認為,碼頭發展至今成績一般 而問題關鍵在於政府當年的定位失誤 高估了內地及本港對郵輪碼頭的需求 導致兩年來船舶次數偏少,加上啟德區發展坦萬版 當區至今仍未發展全面 交通、商業等周邊配套設施未能跟上 啟德郵輪碼頭營運商環美郵輪碼頭稱 郵輪公司往往需兩至四年時間編排計劃 明年碼頭停泊船次已升至102次 首次全年12個月均有郵輪停泊 初步數字顯示2017年停泊次數進一步顯著增長 不過,營運商也承認碼頭交通可再改善 長遠希望郵馬路直達九龍城 大公報記者揚智行內地多個廣口興建郵馬政府號之餘 八十億元興建啟德郵輪碼頭 2013年6月營運至今兩年 期間因設施脫漏、交通不變等問題 不是惹人救病 最讓人關注是兩年來博船次數偏少 以及當中帶來的收益 據碼頭營運商提供數字顯示 2014年碼頭全年有28次郵輪停泊 停泊天數為49天 今年增至58次停泊 停泊天數增至77天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稱 雖然郵輪業發展本身需要過程 但認為以兩年成績計算 碼頭營運營未及當初預計 船次仍然偏少 姚思榮認為,原因主要有兩個 其一是當初興建碼頭時對郵輪業估計不足 對諸三個 的郵輪客 我們可能估得到 但內地都有興建碼頭 包括上海、海南島、深圳社口太子灣 現在都做緊 我們對內地市場的期望過高 而且香港本身都有競爭 除了啟德、還有尖沙咀的海運碼頭 所以市都高估了本地市場 再加上本港郵輪業也有先天不足 香港有季節性問題 七、八月因為擔心風貴 郵輪公司可能不來 十一、十二月仍然風大 一樣不會來 換言之 每年平拍的月份可能會很少 啟德州邊缺配套難級客 香港中文大學市場學系教授 郵輪入明認為 香港絕對有能力發展為郵輪中心 但郵輪碼頭的發展 絕非單單發展碼頭這麼簡單 他稱 啟德郵輪碼頭缺乏整體規劃 包括交通在內地周邊配套至今未完善 郵輪客需要一落船就感受到不同的旅遊體驗 感受到香港的縮影 在尖沙咀海運碼頭一落船 旅客便可以即刻感受到香港大都回 但啟德郵輪周圍什麼都沒有 他認為啟德區必須加快發展速度 啟德郵輪碼頭明年踏入營運第三年 截至上月接到的雨堤 2016年郵輪停拍次數將增至102次 較2015年增加超過七成 當中無港行次亦由今年的44次 約升至明年的83次 升幅近九成 碼頭更是首次全年12個月均有郵輪停拍 停拍天數相應增至127天 啟德郵輪碼頭營運商 華美郵輪碼頭董事總經理班智榮表示 不少人對郵輪碼頭有誤解 以為營運初期就能錄得爆滿的成績 其實是不明白郵輪旅遊的運作模式 他稱 郵輪公司往往需兩至四年時間編排計劃 當初以預計碼頭營運手兩年停拍啟德的船齒不會太多 預計會在第三或第四年才開始真正有生意 今年十一個月都有船停拍 事實上 從今年開始 啟德郵輪碼頭除了五月份 每月都有郵輪停拍 亦即是傳統理解想的風貴 無阻郵輪公司停拍香港的意欲 班智榮稱 世界上其他郵輪碼頭也都受不同氣候影響 歐洲有些碼頭可能是半年都沒有郵輪停拍 他強調 對比今年停拍的船次 2016年已有顯著增長 碼頭也已開始接受2017年的預訂 初步數字顯示 停拍兩會較2016年再有更加顯著的增長 他認為作為營運商 最重要的關注點始終是郵輪停拍的船次 至於交通配套方面 班智榮承認 確有可再改進的地方 希望可儘快加建梯台或公共渡輪碼頭 讓一般渡輪也可停靠啟德 不僅可方便疏散郵輪旅客 平日也方便市民往來市區及郵輪碼頭 長遠而言 他希望當局可將馬路直通九龍城 如果可以通到九龍城 無論遠自機場 也或近自去紅磡 都會方便好多 不用好將現時搬兜大圈 好嗎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